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央视采访JF22高超音速的风动 那它到底先进到什么程度呢 这句话题我们来说是这个问题 中央电视台最近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JF22风动 披露了大量重要的信息 不但在国内引发了关注 外电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报道 很多网友们关心 这个风动和相关的研究到底先进到什么程度呢 高超音速是一种通用技术 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 如今大家更关心它的军事用途 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炒作的结果 因为中国的东风时期导弹参加国权阅兵之后 以及俄罗斯的先锋导弹投入了服役 让美国军方是相当的惶恐 在国内国际舆论上反复的表示 美国在高超音速领域已经落后 需要大量投资开发自己的高超导弹 以及高超拦截技术 其实高超的军事用途只是一部分 民用商用的同样很重要 今天的洲际旅行基本上依靠民航飞机 亚音速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欧洲 要十个小时左右 飞到北美澳大利亚时间更长一些 如果要前往非洲和南美 还需要中途转机 乘客疲惫不堪 虽然比起只坐海伦的时代 亚音速的民航机已经算是很快了 但是人类对方便快捷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能够研制成功高超音速的民航客机 那从中国出发前往地球的另一面 时间可能就缩短到几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以内 这对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文化交流 都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高超音速的飞行需要攻克的技术蓝体很多 包括结构 气动外形 防热 动力 控制 通信导航等等 其中有大量的基础性问题需要在风洞里研究解决 而这样的风洞自然是模拟的速度越高越好 时间越长越好 尺寸越大越好 所谓尺寸问题 尺寸越大 模型就越精细 越能够接近实际制造的飞行器 模拟的效果也就越好 所以在JF12和JF22的采访中 科研人员特意强调 JF22的流场大概有2.5米的直径 一般国外最大的是1.5米的直径 所以JF22可以放更大的飞行器 JF22可以将马赫速10的风速持续40毫秒 这个性能比国内外同类型号有成倍的提高 试验结果的精度也更高 所以我们有理由确认在已经公开的高超音速风动设施中 JF22是全球最先进的 国外媒体对JF22里面的模型也很感兴趣 这是一台空天飞行器的风动模型 采用了重复使用两极入轨的概念 也就是一台母机携带一台子机起飞 到达一定高度以后分离 母机返回地面 子机用自身动力进入绕地球飞行的轨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 航天飞机就是不完整的重复使用两极入轨的概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解决大量的关键技术 其中子母机如火安全可靠的分离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问题 迄今为止 人类还没有制造出实际的子母机 因为制造费用昂贵 而且前期试验肯定会出现大量的失败和故障 坠毁一次就损失巨大 所以风动试验的作用就很明显 在风动中通过模型的分离试验 可以充分研究高超音速气流条件下 子母机应该用什么方式连接 什么方式分离 分离的程序和速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分离速度和高度又有什么要求等等 这样的母机为了实现重复使用 不能再使用传统的一次性的火箭发动机了 那就必须采用吸气式的发动机了 这一点在采访中也提到了 科研团队提出了新的发动机概念 叫做注定携爆轰发动机 目前已经实现了九倍音速的试验 下一步要在JF22中能够实现16倍音速 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 这样的发动机研制成功以后 可以把周际飞行时间缩短到现在的16分之一 而母机的相关技术或高超音速的客机 有很多相似之处 谁能够在这方面取得领先 就能够率先研制出可重复使用的两极入轨飞行器 能够实现频繁的天地往返飞行 也能够制造出高超音速的客机 推动中国的空天飞行技术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至于说JF12和JF22能不能用在军事研究上 按照我们国内技术保密的惯例 在前沿技术领域当中 能上电视的那就不是军用的 更不是最先进的 在高超领域 中国也面临着爬坡升级的需求 东风时期是一种助推滑翔式的导弹 发射的特征明显 容易在助推段被拦截 为了进一步提高突防能力 我们需要开发西西式的新一代的导弹 这同样需要在风动当中解决 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的设计材料工艺 不断的迭代发展 至于这样的导弹和发动机 在哪个风动中试验 那当然就是过于先进 无法展示的内容 好 这些话题就说到这里